巴黎埃菲爾鐵塔 羅馬噴泉 以及柏林布蘭登堡門 都投射出代表比利時國籍的 黑黃紅三色燈 向恐攻罹難者致哀 布魯塞爾連環報震撼全球 武裝組織伊斯蘭國 已經在網路上坦承犯案 這是駕駛航空間最困難的部分 顯示恐怖人們知道 所以他們攻擊這個地方 會導致最大的嚴重 機場兩次連環報 警方在現場搜出一把AK-47步槍 還有一件沒爆炸的炸彈背心 北利時已經證實 畫面上這三個人就是嫌犯 兩名黑衣男戴著手套 可能就是為了遮掩炸彈引爆劑 而右邊白衣男目前還在逃 兩人都確實地做了一個殺害 第三位是穿上穿上穿上穿 而且穿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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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 直升機在夜空中盤旋搜查 警方鎖定布魯塞爾斯哈爾貝克區 並在一處房屋找到驚人發現 他們有發現一些東西 他們在談到化合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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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又起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 在當天也傳出槍響 警方逮捕三名嫌犯 但目前還不能確定 是否和比利時恐攻有關 記者前線硬報道